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要赴印尼克里道旅游的民众注意,受阿贡火山喷发影响,岛上的伍拉赖国际机场,Corelry International Airport已经关闭,预计要到明天28日,评估情况后才有机会开放。 据彭博报道,从25日以来,阿贡火山的火山灰已经喷发到数千公尺的高空,先前已造成附近龙牧岛上的龙牧国际机场关闭。 印尼国家潜在机构,National Desert Medication Agency,指出克里岛国际机场目前也需要关闭24小时以上。 印尼地质局负责人卡斯巴尼·卡斯巴尼表示,火山已经从蒸汽喷发转变为岩浆喷发,因此警戒级别在当地时间今日上午六十提升到最高级别,火山口周围的禁区从六至七五公里,扩大到十公里零二十,泄湖皆以九六三年喷发,造成大约一千一百人死亡。